台中某位黃姓教師二十年前 涉及性侵女學生 受害者 出外開記者會之後 紛紛有其他受害員演現身 甚至有人拿出二十年前的聯絡簿 指控遭到了黃老師的威脅 昨天臺中市教育局 針對這名教師做出懲處 與解聘 永不入用 沒有退休金 臺中房思齊案 狼屍恐嚇 文字曝光 男學生聯絡簿上 老師評論的紅字出現 你真的要跟老師對立 跟老師鬥嗎 這種威脅性的字眼 還威脅要把學生列為不受歡迎校友 原因就只是因為這名男同學 跟被害的A小姐常常會聊天 可能跟我們A小姐有一些互動 然後狼屍嫉妒 台中某數學教師涉嫌利用職權性侵 一名A小姐長達四年 事發二十五年後 A小姐今年四月 向臺中市教育局指控狼屍後 因為等了四個月 得不到臺中市府回應 透過人本基金會召開記者會 揭發案件 懷疑中市府包庇控訴投訴後 還遭到該名老師騷擾 引發綠營議員痛批 民眾關注 八月十七日召開記者會後 在十天內又有另外兩名受害女生站出來 甚至還有男同學想起來 黃信教師曾在聯絡部上威脅她 受害者紛紛現身 加上現在物證也出爐 就在事件攤開大眾眼前約十四天後 台中市教育局召開信品會議終於做出決議 任本團體表示肯定信品會的決定 當黃信教師涉及多家教育機構受害者可能更多 要求擴大調查 市長昨天的城主滿意嗎 新鮮的會生日快樂 台中市長盧秀燕對於結果不表示意見 剛明老師原本申請退休又轉流時停薪 如今台中市教育局通通駁回 按照規定他原本能月領至少五萬 或者安穩的退休生活 現在全部變成零 要為自己二十年前的行為付出代價 記得張哲偉和黃布宣SNG小組台中報導